吉安乡长游淑珍率领访问团前往日本北海道川路亭展开拜会交流 22号在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 札幌分处长年姓氏以及川路亭议会议长桥口春处等人的见证下 游淑珍和川路亭长小松茂签订友好交流协定 促成两地未来发展观光经济教育文化等 让吉安乡的国际视野再度提升 吉安乡长游淑珍力拼国际友好行销吉安 亲率访问团前往日本北海道进行围棋六天的地盟交流仪式 22号在北海道川路亭 在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 札幌分处长脸姓氏还有川路亭议会议长 桥口春树等贵宾的见证下 游淑珍和亭长小松茂代表双方签订了友好交流协定 这次的参访吉安乡不只签订了交流协定 更以行动力推动两国间更多实质的观光经济教育文化资源共享 让吉安乡国际视野再度升华 吉安走出国际也让中华民国让全球的人认识 希望未来农业教育观光文化在花莲在吉安能够互相的分享 吉安乡非常荣幸这一次成为日本北海道川路亭第一个结盟的城市 他们用大阵仗的规模来欢迎我们 未来无论在教育经济经贸水产农业文化甚至于各项的交流以外 我们更要开启防灾救灾人道的一个协力的互助跟互惠 无管是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我们希望我们友好的关系 能有不同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救援分享跟互相的交流回馈 我们相信全球无国际 我们也希望带来吉安乡更加的国际化 提升我们各项发展的质感 在这里吉安加油 小松亭长也表示 这次签盟是串路亭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国际地盟的交流 邀请出席的贵宾都是在地重量级的地方士绅 代表着串路亭非常重视这个盟约 串路是北海道名列前茅的渔业城镇 以昆布、牡蠣和海胆等海鲜文明 希望可以推动两地青少年交流或者是教育推展 有益于未来资源互想 异国资讯永续静静 大花铃新闻 北海道报道